生命开端的两个任务,不断缩小你的圈子和再三检查你自己是否躲在你的圈子之外的什么地方。 只有第一,在世界是恶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与我们的意识相违背,第二,在我们有能力去摧毁它的情况下,摧毁这个世界才能成为我们的任务。 一本好书能唤醒我,满足我,证明了以前未将其纳入我的永恒。 在我听不到它的时候,它是变成了本身无法让人听到,然而同时把对抗之音压了下去,或使之渐渐陷入痛苦,那对抗之音即使我对永恒感到索然无畏的那个。 别罗列理由了,容易的事就是难,这是这么容易,而又这么难。 就像一场狩猎游戏,唯一的休息场所是世界之海彼岸的一棵树。 生命意味着,处于生活的中间,用那种我创造了这种生活的眼光去看它。 这个世界最重要的特性是岂可施性,在这个意义上,过去的一个个世纪并没有走在这个当前的瞬间前面。 所以可施性的延续不能给人任何安慰,新的生命从废墟中发芽开花,与其说证明了生命的坚韧,不如说证明了死亡的坚韧。 罪孽总是公开到来,凭感性立刻便可抓住,它深入感性的根部,无需把它扯开。 你可以避开这世界的苦难,你完全有这么做的自由,这也符合你的天性,但也许正是这种回避是你可以避免的唯一的苦难。 这个世界的诱惑手段和关于这个世界只是一种过度的保证符号,实际上是一回事。 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这样这世界才能诱惑我们,同时这也符合真情。 可是最糟的是,当我们真的被诱惑后便忘记了那个保证,于是发现善将我们引入恶,女人的目光将我们诱到她的床上。 发明赶在我们前面,就像海岸总是赶在不断被其机器震撼着的蒸汽轮船的前面一样,发明做出一切能够做出的事来。 这么说就不对了,飞机飞得不像鸟,或者我们永远没有能力创造出一只鸟来。 并不是惰性,恶意,笨拙,是我失败,而是立足之地,空气,信条的缺乏。 创造这些是我的任务,不是为了弥补失去,而是为了不曾失去。 没有任何人在此,除了他的精神生活可能性外还能造就别的什么,那种他喂他的吃,穿等等工作的表面现象是次要的。 在可见的每吃一口东西时,都有一种不可见的东西塞进他的嘴里,套上每一件可见的衣服时,都有一件不可见的套在他的身上,如此等等。 这是每一个人的辩白。 在死者窗前的哭泣,实际上是在哭泣这里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我们一如既往地不得不甘心于接受这种死亡,一如既往地把这游戏玩下去。 你没有走出屋子的必要,你就坐在你桌旁倾听吧。 甚至倾听也不必,紧紧等待着就行。 甚至等待也不必,保持完全的安静和孤独好了。 这世界将会在你面前退去外壳,它不会别的,它将飘飘然地在你面前扭动。 亚伯拉罕误以为无法忍受世界的单调,实则是为深刻体验其丰富多彩。 抱怨单调是对世界体验不足的埋怨,是跃入世界的挑板。 要过最有节制的生活,只是最必不可缺的东西。 比如作为最低酬劳,同时也是最高酬劳,面包、水、枣子。 吃最穷者的伙食,住最穷者的住处。 我本来应该很满足了,我是市政府的一个官员,在市政府当个官员是多么美好的事啊。 工作不多,收入足够,有许多业余时间,在城里到处享受过分的尊敬。 我触及什么,什么便破碎。 扶桑之年已经过去,鸟翅膀大了下垂,月亮裸露在清冷的夜里,星河橄榄树早已透数。 岁月之善局。 活总是可以重新干过的,只不过是花点钱的问题,让钱见鬼去吧。 可是如果一个人完蛋了,那就意味着一个人完蛋了,就会留下寡妇、孩子。 我的上帝。 绝望地乘着一只小船绕过好望角。 这是清晨,风很强劲。 一夜小番绝望地鼓着,有气无力地厚仰着。 这只小船,以其很浅的吃水,在这片危险的水域的所有暗礁之间,以一个生物的灵活性穿行而过。 它在这船上有什么可害怕的呢?